大家好 今天来聊一聊 这个普京大地 今天的标题是 普地有如此头脑 不赢都不行 这个俄乌战争 我已经很久没谈了 但是事实上的俄乌战争 一直就没有停 一直在打 在这个两年之前 我就已经预计过 俄乌战争的这个结果 而现在的情况是 基本上就是按照 我所预计的那种结果的 那个方向在这个进行 但是呢 俄乌战争还是不会 那么容易的这个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战争 而是俄罗斯跟整个北约 乃自美国的战争 俄罗斯抵制的 这个打的不是乌克兰而已 是整个北约 事实上 这个表面上是这个北约组织 美国打出钱 出武器出什么 事实上人也出了 打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各国的这个军队 都已经下场了 以自营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下场 所以是最近的话 俄罗斯经常是 多少美军 多少波兰军 多少这个其他国家的军队 这个军人给打死了 或者是被俘虏了 或者是怎么样 事实上是一个就是联军 这个北约联军已经进入到这个乌克兰 跟这个俄罗斯直接开战 就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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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那么我为什么说普帝 有这样的头脑 他不赢都不行呢 其实打仗啊 打到最后还是打人心 我们就讲这个中国的内战 这个国共两边打这个 大陆叫解放战争嘛 对吧 四年的解放战争 当时的这个共产党的军队 毛泽子组的军队吧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比起国军啊 那是弱小的不知道多少 但是当时的 其实是这个 民国真的是很腐败 其实也不说是民国 任何一个国家 到了晚年都是腐败的 都很腐败 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国军他们保护的是 少数人的利益 是财团的利益 是军阀的利益 是这些这个这个啊 权贵的利益 那么老百姓 当然就不喜欢他们 而在当时的时候 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人民解放军啊 他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当然就得人性 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所以只能够这样去解释啊 除靠毛泽东主席的天才的 这个领导力量啊 他的军事才能以外啊 主要是这个解放军啊 得了人性 所以呢取得了这个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啊 建立了这个新中国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那么跟这个毛主席相比的话 这个普京是有另外一方面 更加厉害啊 毛主席是一代文夫啊 他不是武夫 对吧 他也没什么柔道 什么什么九段 或者什么黑带 毛主席拿过 拿没拿过枪 我都 我都怀疑啊 他是拿笔杆子的 他刷笔杆子 我估计他的枪都不会拿 但是呢 普京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全面啊 这个柔道是九段黑带 然后自己开的飞机就上去了 克格勃了嘛 他身体熬得不得了 很健壮的 那你以为这是 还是要 这个保镖 真的送事情来的 他可能自己比那个保镖还厉害 这么人 但是他也有非常非常智慧的头脑 他学习了这个毛主席的教导 叫人民万岁 他学了这一点 他知道就是笼络人性的重要 前一阵子我做了个节目啊 就讲这个普京宣布啊 所有的乌克兰人 只要你愿意加入这个俄罗斯的国籍 放弃乌克兰国籍 你就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国籍 而且一旦你获得俄罗斯国籍啊 那以前你跟乌克兰的任何账都一笔勾销 包括贷款 包括或者犯了罪 或者有什么麻烦啊 都与那个国籍人没关系了 你是我们俄罗斯的公民 我们俄罗斯的法律 而保护你啊 那么你想想看啊 一些这个本来就亲俄的一些乌克兰人 或者讲俄语的乌克兰人 再加上有一些啊 就是说比较失实物的一些知识分子啊 他看到这个乌克兰没有前途 他没办法 就像一些巴勒斯坦人 放弃巴勒斯坦的这个身份 去加入这个以色列国籍一样啊 就是看到了这个既得利益的 这样的人一多的话 那你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还有吗 你的人民都没有了 你的人民都变成俄罗斯人了 对不对啊 那一旦变成俄罗斯 你就为俄罗斯的利益去努力了嘛 同样的这一次啊 他重新宣布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他宣布 所有的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 你只要加入到 这个反抗乌克兰的战斗 参加我们的这个资源军啊 那就是你就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国籍 但是你个人啊 你所有的直系亲属 直系家属 都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国籍啊 俄罗斯他也不怕人多啊 对吧 那个少子话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我们也是来给你移民国家嘛 全世界不管是谁 你都会来啊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就谁会那么傻 就就就就就为了参加你这个 俄罗斯的国籍去为你去拼命啊 终于去去去去去打仗啊 对吧 去死人啊 诶 别说还真有 对啊 我就讲讲这个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事实上在阿富汗是有一批 阿富汗人是反对塔利班的 而这些反对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呢 是加入到了美军里面的 就像这个 看人战争时候的伪军一样啊 中国的伪军彼是比黄军还多嘛 对不对 那伪军好像就有两百万嘛 比黄军还多嘛 那么伪军当时就是协助日本人嘛 我们我们这个中国人叫叫他们叫汉奸嘛 就是他们汉人当时他们是奸嘛 汉奸 就是这些这些这些伪军啊 他们就是和日本人一起欺负中国中国人的 这个这些阿富汗人也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加入到美军里面去打击这个塔利班啊 有多少呢 估计是有四五万人 甚至更多啊 这个具体数我们不知道 反正有多少万人啊 当时这个美国也是给他们许了路的啊 那我们一定要保护你们的这个安全啊 到以后怎么怎么样 你们会享受什么什么啊 还可以到美国去啊 他们怀着这样的梦想 对不对 但是到了真正这个美国猖狂逃命 猖狂从这个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这几万人全部给拉下了 包括中间一些有名字的人 有名单的人都上不了飞机 我们看那个惨状嘛 他叫抱着飞机抱着轮子啊 那飞机起飞要从轮子上掉下来的 很多很多的惨案嘛 对不对 就是你说好了的嘛 对吧 我为你卖命多么多年 为你去那个说好了 到时候撤罪的时候 你会帮我们带到美国去 结果是翻脸不认人就走了嘛 那么这些多少万人的这些军人 他们是没有国际的 因为塔利班不承认他们 那么他们到处跑了 跑到其他的中东国家了 叙利亚什么什么 到处跑嘛 对不对 就躲起来了嘛 因为他们没有国际嘛 他们现在是阿富汗的敌人嘛 阿富汗现在是塔利班上台了嘛 就好像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那些土匪啊 那些暗藏的这个国民党分子啊什么的 都躲起来了嘛 对吧 那么这么一来 这是这些人翻身的一个机会 对吧 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去帮这个俄罗斯打仗 获得俄罗斯的国籍 最主要是他们的家人 这一点太厉害了 就普天讲的 你们的这些亲属都可以成为俄罗斯人 那么他们的亲属有身份了嘛 对不对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们将来有个国籍了嘛 他们现在是黑人哎 国籍都没有哎 他们只是阿富汗人 从这个民族上 从血统上 他们并没有注册 没有户口的 黑户口 那么这下解决了 对吧 那么他们的小孩什么都可以到 到这个俄罗斯去 那么可以到那正常的生活了 对吧 可以去读书 他们当国民党嘛 也是有一份工资嘛 那么就是说 这些人去当自愿军的话 那他们就会非常不怕事 为什么呢 一个是他们本身 就有战斗经验 第二是他们的家属 抓在俄罗斯人的手里 他能不卖命吗 是吧 而且他也知道 我卖了命了 我死了 我的家属有保障 所以这将是俄罗斯一股 非常强悍的 这个战斗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丁呢 这个他真是文武相处 这个普丁啊 他居然有这样的脑子 居然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战争 人民战争的这样的 这样的思想 去到处笼络人心 就锻达自己的力量 获得全世界的这种人心 所以呢 就从这一点呢 就是美国人啊 就是说把自己的同盟 把自己的为自己卖命的这些人 把他抛下 那被抛下的这些人 肯定是恨美国恨主入骨了 对不对啊 你被人欺骗了吗 被人玩了吗 对吧 那么现在有普丁 把他们把他接过来啊 他们就称着普丁 这个时候他就要报这个仇啊 同时的话呢 他们这里家是有着落 所以这一首玩的 真的是如何存清啊 不得不佩服 普丁真的是有他的本事啊 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啊 将来的俄乌战争的结局啊 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就是说 有普丁这样的老子啊 这样的老代国啊 不赢都不行 OK 今天的视频先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